罗斯古诗文诵读千百年 欢迎来到罗斯古诗文 一个有趣的灵魂 装子简介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飘一 竹子百家离我们太遥远了 他们的生活轨迹 打得无处可寻 除了作品和思想 我们对这群人 吱吱不多 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好看的皮囊 但无疑 他们都是有趣的灵魂 而他们中间最有趣的 恐怕就是装子了 相比于一本正经的孔子 和脾气暴嘴巴毒的孟子 装子可爱得多 装子姓装明周 字字修 一说子目 宋国蒙人 是继老子之后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 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和孔孟一样 庄子也有贵族血统 他先祖是宋国君主宋代公 庄子学问渊博 才华很高 楚威王也听说了他的财血 就派人带了礼物 准备利用他一番 没想到 庄子一听使者的来意 感觉自己人格受到了极大侮辱 气坏了 他对使者说 你见过那些祭祀的牛吗 他们被养了几年 踢上锦绣 拉去太庙当祭品 那个时候 这些牛想做个猪都不行了 讲完道理 庄子放了一句狠话 把使者打发走了 我宁愿做个乌龟 在泥巴里打滚 也不愿意做官 总观庄子的从政史 仅仅是在宋国 做了很短时间的七元小利 之后就辞职 做了自由职业者 有利各国 著书利说 放飞自我 生活得十分洒脱 据庄子外篇说 有一次庄子在山中 看到一棵枝叶茂盛的树 伐木者站在边上 却不砍它 庄子一问才知道 这棵树根本没什么用处 接着庄子出山 到了一个老朋友家 老友杀了一只 不会叫的鹅来招待他 树因为不成才活命 而鹅却因为不成才丧命 弟子问庄子 是成才还是不成才呢 庄子答 成才不成才要看情况 而才与不才之间 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忽累 总之 没有标准答案 偏执的追求其一 都有危险 从庄子这一套 薛定恶的成才理论中 我们能看出 对于世俗生活 庄子是非常圆滑灵活的 而庄子不仅于生况大 于死也极为坦荡 异于常人 他认为 既然万物与我合一 生死只是相互转化的过程 那就不用太在意 庄子老伴去世时 被庄子常年怼 并各种埋他的好朋友 惠子来参加葬礼 结果 一进门 惠子就惊呆了 刚散熬的庄子 不但没有哭 还岔开两腿 像个波及一样 坐在地上 抱着一个瓦盆 快乐地唱着歌 惠子看不过庄子 这塑料花 夫妻情 教育了庄子一顿 庄子却不以为意地说 我老伴这是从我们家的小屋 搬到天地之间的大屋 乔迁新居和宇宙融为一体了 这是生命的规律 怎么能伤心呢 惠子一听 放下分子钱赶紧跑路了 也许 面对相伴一生的妻子的离世 庄子只是假货达 真悲哀 不过 当他自己要离世之时 那份坦然 却实实在在是真的 庄子快要死的时候 学生想准备好东西 给他陪葬 被庄子劝退 他说 我以天地为官果 以时间为连壁 金城为珍珠 万物是可以作为我的陪葬 学生们无法直接反驳 他这清奇的脑回路 就换了个角度劝他 我恐怕乌鸦老鹰的 吃您的遗体 结果 庄子又抛出了更强悍的理论 不埋被老鹰吃 埋了被蚂蚁吃 怎么能夺老鹰的食物 给蚂蚁吃呢 总言之 庄子是极为有趣的 也很能干 从他的书里可以看出 他钓鱼杀牛 修车种地 打蛋弓 粘枝料 样样精通 他还崇尚自由 崇尚万物平等 不会挪言卑谷 他言辞犀利 能言善辩 看到小人俗人 他能把对方怼出内伤 无敌的庄子是多么寂寞 井蛙不可以雨于海 下宠不可以雨于冰 与庄子而言 这世界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 于是 他就把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 和深邃的思想 写成书记录下来 下节课 我们来看看庄子的思想和作品 感受这个有趣灵魂 最为内核的部分 这节课就到这里 罗斯古诗文 纵读千百年 下节课见